大家好,我們現在要進入第一講的第四節,在前一節裡面呢,我們為各位介紹了電力廠的概念,還有電荷跟電荷之間交互作用。 那麼我們可以發現呢,這個交互作用的方程式跟重力非常像,也跟各位描述了整個起源呢,事實上就是從重力的概念推論而來。 我們在這一節中今天要跟各位探討另外一個在重力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衛能。 那麼因為電力的形式跟重力非常像,所以衛能的概念也可以搬到重力這邊來使用。 我們在一開頭呢,跟各位先簡單回顧一下重力廠還有重力衛能的定義。 這裡最重要要釐清的概念是為什麼在研究中我們會需要衛能的產生,還有稍微闡述一下什麼叫保守力才能定義衛能。 那麼把衛能的概念搬到電這邊來呢,我們跟著電場的定義之後呢,要出現所謂的電位能的定義,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物理概念叫做電位以及電位差。 那麼在這地方呢,我們要稍微強調一下電位跟電場之間的數學關係。 那麼在進去之前呢,我也想跟各位再說明一次,在整個課程的開頭我們有談過數學它其實就像這種語言一樣。 那麼你多使用呢,就會慢慢的熟悉。在這整個課程的過程中間呢,如果你真的不希望對數學方面琢磨太多,事實上你也可以不要管數學的部分,把概念聽懂,也可以對普通物理有非常好的理解。 好,我們先簡單跟各位回顧一下重力場中的衛能概念。 那麼在重力裡面呢,我們從牛頓的時代定義就知道重力跟距離的平方乘反比,跟質量的乘積乘正比。 而跟著這個重力的定義呢,我們可以定義所謂的重力衛能。 它的概念呢,就是一個物體在重力場中移動,從起點移到終點,我們把起點稱為i,中點稱之為f。 那麼從起點到終點呢,重力對它做的功呢,我們叫做wi到f,這個是重力對它做的功。 那麼對,根據做功的定義呢,我們知道這個功的大小呢,就是重力乘上位一量,然後整個積分起來。 那麼在重力場裡面,這個重力做的功呢,它最後就會處理上位能裡面,然後中間呢,有一個負號的差異。 這個負號非常重要,我們等一下會不斷的看到它。 我們用一個例子來跟各位說明一下這個概念。 譬如說我們把一個小球往上丟,它最後一定會掉下來。 那麼這個丟上去的距離有多高,如果我們知道初速度v1的話呢,從各位國中跟高中學的概念呢,多半也可以求得出來到底有多高。 我們這邊用位能來稍微描述一下到底會到達多高的距離。 那麼在這個地方呢,因為我們整個環境都在地表,所以我們把地表的重力呢,定義成-mg,這樣的大小。 那麼就如同剛剛說呢,這個小球從下往上丟上去呢,重力會對它持續的做功。 這個做功的大小呢,就是這個w,然後這個w呢,就像剛剛說的是力,對移動距離的積分。 那麼這裡,這個物體得到的位能呢,就是這個做功的負號。 那麼這個積分的大小呢,我們可以很容易求得出來是mg,y2-y1,y2呢,就是最高點的位置,y1是起點的位置。 所以這個是整個物體得到的位能的變化。 那麼這個物體除了位能會變化的話,你很清楚可以理解,它在拋上去的過程裡面呢,速度會從高到低,到最後在半空中沒有速度,接下來就往下掉。 所以最後終點的速度一定是0,也就是動能是0。 那麼其實呢,有一個動能。 那麼這個一開始的動能呢,減掉後面的動能呢,這個也是動能,也是能量的改變量。 我們可以把位能跟這個動能的改變量連結在一起,用來求丟除外的高度。 所以呢,就如同在這個地方列的,動能,起點的動能是2分之1mv1平方。 終點的動能呢,是2分之1mv2平方。 mv2平方呢,是0,因為最後終點的速度是0。 所以呢,整個動能的改變量就是2分之1mv1平方。 整個這樣合起來,我們可以得到丟上去的高度呢,會是v1平方除以2g。 所以我們從剛剛這個描述裡面,稍微可以感覺一下,到底為什麼我們會需要位能這個參數。 這個事情事實上是為了回答,能量真的守恆嗎? 這個在19世紀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麼在19世紀中葉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科學家Jauer, 它首先證明了物體往下墜的能量會轉換成熱能。 因為你可以這樣子想,我們知道物體在移動的時候具有所謂的動能。 這個事情呢,在18世紀的時候呢,就已經討論了。 可是我們把東西往上丟,動能很明顯像剛剛一開始動能比較大,後來動能比較小,能量好像不見了。 或者是說把一個東西從高處放下來,它速度會越來越快,動能就一直增加。 這些能量到底從哪裡來,或是不見到的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為了回答這樣的問題呢,有各種各樣的實驗做出來。 那麼Jauer證明的事情呢,是物體往下墜的這個改變的能量,可以轉換成熱能。 所以它初步呢,跟各位證明了能量守恆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麼要一直到再往後幾年呢,一位蘇格蘭科學家Ranking,他才提出來所謂的力學能守恆。 也就是說,剛剛物體往下掉的時候,動能的增加是來自於微能的減少。 往上丟,動能的減少是來自於微能的增加。 也就是說,微能這個概念,事實上是為了解釋,當物體在重力場中移動的時候,動能的變化跑到微能裡面去。 那麼,到底是不是每個力都可以定義所謂的微能呢? 我們可以這樣說,力大概可以分成兩個大的種類,一個叫做保守力。 保守力就像剛剛講的重力一樣,跟物質交互作用的時候呢,能量可以存在相對應的立場中。 而另外一種叫非保守力。非保守力的概念就是當這個非保守力跟物質交互作用的時候呢,正能量一定有一部分會轉換成熱。 如果作用很久的話,最後是所有能量都變成熱。熱的意思呢,事實上就是局部分子振動的能量。 所以譬如說摩擦力,是屬於一種典型的非保守力。那麼剛剛所謂的能量存在相對的立場中呢,這個就是所謂的微能。 所以基本上一定要保守力才能定義微能。從定義上來說,怎麼來看出來這個力是不是保守力呢? 我們可以把一個物體沿著封閉路徑走一圈,如果這個力對這整個物體所做的公式0的時候呢,這個力就是保守力。 這個部分呢,我們不會在這邊做非常詳細的描述,請大家參考本節的附路。 我們在最後跟各位說明,怎麼樣證明沿著封閉路徑走一圈,所做的公會是0。 那麼因為它走一整圈,所做的公是0。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想,如果我從,我把剛剛這個圓圈切成兩半,一邊叫做起點,一邊叫做終點。 這個意思是,從起點走到終點,如果我選路徑1,或是我選路徑2,這兩條路徑所做的公一定要相同。 因為如果我把路徑1跟路徑2,這句話再來一次。 這兩條路徑所做的公一定要相同。 因為譬如說,如果我把路徑2反轉過來,它就變成上面這個一個回圈。 那麼我們知道一個整個回圈,做的公會是0。 所以路徑2,所做的公一定要跟路徑1,所做的公一模一樣大。 也就是說在保守力的概念之下呢,保守力對物體所做的公呢,跟選的路徑沒有關係。 只跟起點的位置,還有終點的位置,有關係而已。 那麼這樣子呢,也才能滿足所謂的力學能守恒的概念。 好,所以剛剛大概是回顧重力裡面,衛能的發展。 我想稍微提醒各位一下,如果按照剛剛那個年代的概念,你其實會發現就連重力衛能的概念都一直到19世紀中葉才發現。 這個跟重力的概念的發展足足短了100年以上。 所以衛能其實是很晚很晚才出現的概念。 雖然說在教科書裡面常常把重力跟衛能放在一起學,不過在歷史上它們是出現的時間是相差非常非常久的。 那麼在電力的部分呢,因為電力的方程式呢,跟重力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都遵守一個平方反比關係。 所以呢,事實上我們也可以證明,在電力做工的情況之下,對於一個封閉回圈,它做工會是0。 那麼這個呢,也是在本節附路會讓各位看到。 所以呢,因為它對一個封閉回圈做的工會是0呢,我們可以想像電力也可以定義一個類似的位能。 那麼完全遵循一模一樣的定義。 電力的位能呢,會是在這個電力場裡面做的工,再乘上一個負號。 那麼電力場裡面做的工呢,也跟重力場裡面做的工一樣,就是電力乘上移動距離的積分。 這個就是電力所做的工。 所以呢,我們把這個u,Δu這個東西就定義成電位能。 為什麼這裡叫Δ呢?是因為位能永遠都是一個相對量。 也就是說呢,當我們在討論位能的時候呢,我們通常討論的是位能的改變。 譬如說我們剛剛說把小球從這個位置移動到這個位置,它有一個位能的改變。 這個位能的改變呢,是以這裡為0點,來定義這個位能的改變量。 在電力系統裡面也是一樣,我們要先找到一個位能的0點,才能來討論絕對的位能值。 不然的話,所有的位能事實上都是一個相對量。 好,所以在這邊我們先簡單,剛剛有這個方程式之後呢,讓各位有一個概念上的思考。 我們先這樣想,在這個圖中呢,有一個直指,直指帶一個正電荷。 那麼呢,這個正電荷在均勻電場中呢,從I點移動到F點。 然後呢,在這個均勻電場裡面呢,電場的方向是向右邊的。 所以請問,這個移動過程中的電場對這個直指,一做正弓,二做副弓,三不做弓。 同樣的,我們換成來討論位能。 一模一樣的移動方式,請問這個直指的電位能是,一增加,二減少,三不變。 我們用一個具體的數值呢,來讓各位看一下這個感覺。 我們用一個點電荷在電場中移動的概念。 所以呢,如果這個點電荷的電荷的量是0.1庫倫的話,我想稍微先說一下,0.1庫倫事實上是個非常非常大的電荷量。 不過在這裡為了計算簡單呢,我們先暫時用這樣的數字來進行。 然後呢,我們的電場的大小呢,是每公尺一伏特,這樣的一個均勻的電場。 那麼如果這個點電荷呢,在這個電場裡面呢,跟電場方向一樣,移動一公尺。 這樣呢,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個Q2的電位能改變。 所以是怎麼看呢?我們先從電荷在電場中的受力來看。 所以呢,這個電荷呢,放在這個均勻電場中呢,它的力的大小會是電荷的量乘上電場值的大小,也就是0.1牛頓。 那麼,這個電荷在這個電場中移動一公尺所做的工呢,因為它是個均勻電場,所以呢這個力是固定的。 所以呢,這個積分式呢,會變得非常非常的簡單,它就是0.1牛頓乘上一公尺,然後得到0.1 joule的大小。 這個是電力對這個點電荷所做的工。 那麼相對來說呢,我們按照剛剛的定義呢,就會告訴你說,所以這個地方呢,這個電荷經過這個移動之後呢,未能改變是負的0.1 joule。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正負號為什麼合理。未能的定義裡面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整個系統會傾向於往未能最低的方向跑,在沒有外力作用的情況之下。 這個是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來的。所以呢,現在這個系統裡面呢,我們可以看成是沒有外力作用,有一個均勻電場,有一個物體在裡面移動。 那麼,這個物體如果順著電場方向移動,因為這時候沒有外力作用,它必然是順著電場方向移動的情況之下呢,未能必定是減少的。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得到在這個地方呢,Q2的電位能改變呢,是一個負的值,因為它的電位能相對來說減少了。 我們可以跟重力類比這件事情,在有重力場的情況之下呢,如果把手放開,這個物體必然往下掉。 為什麼呢?它在重力場裡面,在這個地方的重力場是往下的。在沒有外力作用的情況之下呢,這個物體必然朝著未能降低的方向走。 所以從上到下,它順著重力的方向移動,未能會降低,所以它會自然往下掉。這個跟重力是可以完全類比起來的。 那我們剛剛說呢,在立場裡面呢,我們可以儲存所謂的能量。這個到底怎麼樣描述呢? 在這裡我們要介紹一個非常有用的物理量,叫做電位差。我們剛剛已經跟各位介紹了,在電場裡面電位能的定義。 電位,這個詞它的定義是單位正電荷的電位能。不過呢,就跟剛剛說一樣,電位能本身一定是一個相對量,所以電位一定也是一個相對量。 所以我們通常來說,在討論的時候呢,並不是討論電位這個數字,而是討論電位差。 那麼按照定義呢,電位差呢,就是單位正電荷的電位能差距。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呢,放了delta值在這個方程式裡面。所以delta V,是所謂的電位差。delta U,是電位能的差。 除上電荷的量,就是單位正電荷得到了電位差。 那我們把剛剛這個積分式的,對於能量的積分式帶進去的結果呢,我們可以發現呢,電位差可以定義成電場,對距離的積分。 這個是電位差的物理上本質的定義。 那麼這個電位差的單位呢,是各位非常耳熟能詳的福特。是的,電位差的意義,就跟你平常在家裡用的電壓,是同樣的概念。 這個電位差呢,你可以這樣想,我們剛剛已經說了,電荷在電場裡面會傾向於順著電場方向跑,而因此而降低電位能。 所以事實上你可以這樣想,電位就很像是水的高度一樣,電荷就像是水。 水會傾向從高處往低處流,電荷會從高電位往低電位跑。 對於一個正電荷,像剛剛來說,產生的右邊的這個電場,左邊是高電位,右邊是低電位。 它會自然的從左往右這樣跑,順著高電位往低電位的方向跑。 所以你可以把電位差想成,可以用來推動電荷移動的能量場。 我們再用一個例子來跟各位說明一下電位分佈的概念。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放一個點電荷,在中間。 那麼這個點電荷的電荷量呢是Q,然後我們來求距離這個QR的位置,我們稱之為P點。 那麼這個P點的電位呢,到底有多大。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我們如果要求一個P點的電位值的話,我們必須要先定義所謂的電位0點。 那麼在很多情況之下呢,我們會把無限遠做成電位能的0點。 也就是在無限遠的地方呢,電位呢是0。 那麼在電位呢是0的地方呢,因為電位就是電位能除以電荷,所以電位呢也會是0。 好,那麼在P點這個地方呢,電位到底有多高呢? 我們可以從剛剛我們得到這個積分的概念來看。 電位的大小會是電場乘上位移距離的一個積分的這樣的大小。 所以在這裡的起點呢,我們把它定義為就是P這個點,也就是距離電荷R的位置。 終點呢定義成無限遠這個點。 那麼我們把電場呢,沿著這段距離積分上去。 那麼我們知道在這個點電荷的電場呢,是跟距離平方乘反比這樣一個分布。 這個我們在之前庫倫定義的時候就已經曾經提過。 所以呢,我們把這個電場的定義呢,帶入上面這個式子裡面呢,可以得到這個積分。 KQ可以拿到積分式外面,然後積分式裡面就變成R平方分之一的積分。 那麼R平方分之一對R的積分呢,就會變成R分之一。 所以最後積分的結果,我們會得到這個R分之KQ這樣子的結果。 也就是說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一個點電荷,距離點電荷R的位置,它的電位的大小呢,會是KQ除以R。 它就像是被變成對G的一次方反比,這樣子的一個分布。 那麼另外呢,在這個地方呢,我們的電荷並沒有放絕對值。 這個原因呢,是因為正電荷呢,它就會帶有正電位,電位就會是正的。 如果呢,Q是負的,那麼這個時候呢,這個電位就會是負的。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跟各位談了電位差跟電場之間的數學關係。 基本上電位差可以看成電場對空間坐標的積分。 但是有個事情我們稍微需要強調一下,也就是電位差是一個存量。 就像你家裡的插頭是110幅一樣,那是一個存量。 但是電場是向量。 那為什麼向量積分會變成存量呢? 那是因為在這個積分的過程裡面呢,電場是跟位移量的這個向量, 兩個做內積的結果積分,然後才得到電位差。 我們可以把這個內積展開來,也就是說呢,這個是x方向上的電場對x方向位移, 還有y方向電場對y方向位移,跟z方向電場對z方向位移, 積分的結果會得到全部加起來得到電位差。 那反過來說,電場應該就是電位差對空間坐標的微分。 也就是說一個存量的分佈,微分之後會變成一個向量。 那麼這個是我們可能很多人還沒有學過的數學工具。 我們可以先這樣子從一維的概念來想它。 如果這個場只有在一維上面分佈的話,我們可以想說x方向上的電場呢, 就是電位差對x這個坐標來做微分。 那麼如果是三度空間裡面的話,這個微分就應該是個偏微分。 因為這個電位差是xyz的函數。 那我們現在求x方向的電場呢,就是對x偏微分。 相對的,y方向的電場呢,就是電位差對y坐偏微分。 z方向的電場就是電位差對z方向坐微分。 整個結合起來呢,在數學上有一個很方便可以描述的工具叫做gradient。 gradient呢,就是把一個存量做空間微分之後呢,會變成一個向量。 那麼它的數學形式呢,就像右邊這樣子。 它的x偏微分,y的偏微分跟z的偏微分呢,分別組成一個向量的xyz的分量。 然後在電的這個例子裡面呢,如果我們把電位差對三個不同的方向去做偏微分的結果呢,就會得到一個電場的向量。 不過呢,這個在整個普通物理學的過程裡面呢,我們不太會真的去用這些向量微分來處理問題。 所以呢,在目前這個階段呢,我們能夠了解一維的微分大概就足以應付我們在普通物理學裡面會遇到的數學工具。 那麼對於這些向量微分有興趣更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同學呢,歡迎來選修Coursera之後會開電磁學的部分。 那麼在這個部分呢,對向量微分會有更深入的討論。 我也想鼓勵各位來研究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因為所謂的電磁學極大層的Maxwell Equation。 它事實上需要用這樣的向量微積分來描述,才能夠看到最完整、最漂亮的形式。 所以歡迎各位來選修後面的電磁學。 那我們稍微闡述一下剛剛那個微分的概念。 因為電場一定是電位差的微分,對空間的微分值。 也就是說呢,如果呢這個電位在空間上是個固定值沒有改變,我們可以把空間上同樣電位的位置全部連起來,叫做一個等電位面。 所以譬如說像是下面這個例子呢,我們把紅色這個地方呢,標為等電位面。 那麼在等電位上面,等電位面上面呢,對於這個等電位面的空間微分呢一定是0。 所以電場呢,一定不會平行電位面,它一定是垂直這個等電位面。 所以我們在這個例子裡面看到黑色這個呢,就是電場的線。 所以電場的方向呢,會跟等電位面平行。 那麼相對的呢,在一個點電荷裡面呢,點電荷的電場是輻射向外的。 所以你也可以想像它的等電位面呢,就是一圈一圈的向著外面。 這個我們剛剛推論的,在一個點電荷上面呢,電位值跟半徑乘反比的概念是一樣的。 每一個特定半徑的位置呢,那一整面,它的電位一定都相等大小。 所以呢,最後給各位一個概念測驗。 我們這邊有三對間隔距離相同的平行帶電板,上面帶有不同的電位差。 那麼請問呢,這裡面哪一組的電場會最大? 還有請問呢,他們之間的電場的方向是不是都相同。 所以我們這邊用一個具體的例子呢,跟各位說明一下。 在一個重力場作用下面呢,封閉的迴圈裡面,重力做工真的會是0。 那麼我們在這邊設計一個路徑呢,是路徑裡面有一部分呢,跟重力場平行,有一部分跟重力場垂直。 就像剛剛說的,任意路徑都可以切成平行跟垂直的總和。 那麼這邊呢,我們12345678,這幾個路徑呢,是跟重力場平行。 而2345678到1,這幾個路徑呢,跟重力場是垂直的。 那麼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因為重力場是從左邊這個重力源呢,輻射出去。 所以呢,所謂的跟重力場平行的意思呢,並不代表每一段路徑互相之間要平行。 好,那根據前夜的概念呢,我們知道跟重力場平行的位移呢,才會做工。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從1到2這個路徑的移動呢。 1到2這個路徑移動呢,重力所做的工呢,就是重力對位移量的一個積分。 然後位移的這個積分呢,是從1這個點,積分到2這個點。 那我們知道重力呢,是r平方分之gm這樣的一個數值。 所以我們把重力帶進去之後呢,這個積分式裡面呢,基本上就是剩下r平方對dr積分。 所以會變成-r分之1。 然後gm可以拿到外面。 那麼呢,它是從1G到2。 所以最後的結果呢,就會得到gm乘上r2分之1-r1分之1。 這個是從1到2這個位置呢,重力所做的工。 那麼呢,在垂直的部分呢,譬如說從2到3這樣子的位移量呢,重力是不會做工的。 所以2到3做的工呢,它就是0,因為這是有個內積的關係。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整個合起來看。 也就是我們來討論呢,從1到2到3到4一直走到8到1再回來。 總共會做哪些工呢,我們分很多段來看。 所以1到2,2到3,3到4,4到5點點點點點,一直到8到1, 照一整圈回來,重力會做哪些工。 從剛剛討論裡面呢,可以知道垂直的部分都不會做工。 所以2到3這個路徑不會做工,4到5不會做工,6到7不會做工,8到1這個路徑也不會做工。 1到2這個路徑的做工呢,我們剛剛已經為各位推導出來,它是r2分之1-r1分之1。 那麼3到4呢,可以很類似的推導出來,是r4分之1-r3分之1。 然後5到6呢,則是r6分之1-r5分之1,7到8是r8分之1-r7分之1。 這就是一整圈全部的做工的結果。 那麼在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呢,很清楚的,所謂的r1跟r8,其實是同一個半徑。 所以呢,一個是負的,一個是正的,兩個就會相消掉。 然後呢,r2跟r3,它基本上在圖上看得出來是同一個半徑,所以這兩項呢也會相消掉。 r4跟r5也是同樣的半徑,所以這兩項也會相消掉。 r6跟r7也是同樣的半徑,所以它們兩個會相消掉。 然後剛剛說的r1跟r8會相消掉,所以全部加起來的結果呢就會是0。 所以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呢,跟各位說明呢,在重力場裡面,只要是一個封閉的回圈,重力對這個物體的做工呢就會是0。 因此可以證明,重力做的工只跟位置有關,而跟路徑沒有關係。 那麼我們也知道呢,電力跟重力一樣滿足一樣的平方反比定律。 所以我邀請各位自己試著證明看看電力做工是不是也滿足一樣的條件。 對一個封閉回圈,任何封閉回圈都可以拆成平行跟垂直的量。 對一個封閉回圈呢,總做工會是0。 所以呢,可以把電力定義成所謂的保守力跟重力一樣,然後也可以跟重力一樣定義所謂的電力未能。